雖然疫情持續三級警戒 不過檢警維護治安工作卻不曾鬆懈 在花蓮地檢署指揮權力支持下 花蓮縣警察局以雷霆手段 針對轄內幫派毒品等犯罪行為進行掃蕩 一舉針對11個人共18處所發動 同步搜索行動收穫滿滿 大腳一踹房門瞬間彈開 又是警力隨即湧上 將鎖定犯嫌壓制在地 花蓮縣警察局6月30號 及7月1號一連兩天 在花蓮地檢署的指揮及權力支持下 以雷霆手段分別針對轄內幫派 毒品 詐欺及重力等犯罪 加強打擊掃蕩 一舉針對11人共18處所 發動同步搜索行動 為貫徹犯罪零容忍 及維護轄民的安定生活 本局在花蓮地檢署的指揮及 權力支持下 在6月30日 7月1日 雷霆掃蕩 轄內幫派 一舉針對11人18個處所 同步執行搜索行動 查獲第三級毒品93公克 毒品分裝袋 電子棒承等證物 另外查扣了犯罪所得 新台幣86萬元 同時針對其他相關成員 經營的當鋪執行行政機查 對違規部分 依當鋪業法的第15條 22條規定 裁罰新台幣5萬元罰緩 本局會持續一波一波的執行掃蕩 而在這次11人當中 其中有3人是涉及6月22號 槍擊案中的犯嫌 華蓮憲警局表示 槍擊案的主嫌到案後 並非案件的結束 而是掃蕩的開始 將會持續不定時 一波接著一波進行掃蕩 給予二勢力當頭棒喝加強打擊 並也呼籲民眾如果遭受犯罪組織 不法侵害 應勇於向警察機關報案檢舉 切勿向怨縱容 僅民因合作共同維護社會治安 營造出免於恐懼的安全生活環境